欢迎王俊凯来这边我在中间 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好欢迎小凯来 这边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学总 跟我们的小凯二位 我们一起来和游念好不好 来看向中间 我所有镜头都在闪烁 已经没有空余的手 可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二位了 那我们现在请二位开箱镜头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二位 那么现在我们的品牌代言人 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我们也将会跟随各位 一同开启今天的第一个篇章 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几位嘉宾 一同开启全新的2017年度 城市爱情报告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肉松里电商事业部负责人 徐娟女士 有请 欢迎天猫电器美加聚华算 及鲜花行业负责人 陈乔索先生 欢迎您 欢迎天猫营销平台事业部 资深品牌策划 李赞先生 有请 好 现在我们的五位 已经来到了台上 接下来老妹将会 与各位一同开启 全新的2017年度 城市爱情报告 一起起来期待 好的 现在我们群场共同倒计时 3 2 1 启动 2017年城市爱情报告正式发布 现在请我们的五位 一起看笑镜头 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 我们也相信 就像刚刚石总说到的 我们也将会在小凯 在天猫的强力支持下 2018年 Rose Only 将会再创佳绩 好 那么请我们的五位 刘布 接下来我们还要请上 一位神秘的来宾 我们的天猫 猛虫公仔 来到台上 有请 小心 好 来 这边 我们六位来一起拍两只照片 小可爱这边中间 来 对 稍微蹲一下 好 来 好 这边我们领导 可以来到这边 好 我们的天猫猛虫太猛了 来 好的 我们一起看到镜头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的Rose Only的领导 包括天猫的领导 谢谢 谢谢各位 台下落座 那我们请我们的小凯留步 谢谢 来 小心 小心 好 小凯来到中间 刚刚呢 我们一同发布的就是 我们的2017年的 城市爱情报告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将会跟小凯一起 来跟各位详细 解析一下 这份报告里 究竟有什么玄机 其实爱情呢 就是很多数据所成的 那么今天 我们也在全国范围内 排选 将这些数据 组合到一起 接下来 我们也将会跟随小凯 一起来看一下 数据背后的秘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 小凯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小凯呢 在全国 在全球范围内 粉丝那么多 那么你来猜一猜 在全中国 哪一个城市当中 女生的幸福感是最强的 哪里 重庆要爬山 重庆吗 重庆要爬山 很累 还有哪里的 我觉得 可能会是北京 上海这样的 大的一些城市吧 北京 上海 大的城市 我支持你 我支持重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屏幕 究竟我们的数据 最终投机的是哪里 第一名是北京 北京的城市女人 是最幸福的 但是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 上海吗 对 第一名是北京 第二名上海 广州 杭州 天津 但是我们听过一句话说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但是我们相信Rose only 而且有了Rose only之后 我们流的眼泪 也是幸福的眼泪 好不好 是的 重庆要加油好不好 我们争取2018年 我们继生前五名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有点难 就是我们在全国的 各个办公大楼当中 也进行了一个考量 你猜一猜 哪一个办公大楼 收到的玫瑰花数量 是最多的 能猜到吗 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 对 职场练琴 这个就会比较难 很难 是不是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 有哪些办公大楼 太多了 茫茫人海 究竟哪一栋大楼 心有归属 我们看一下大片墨 这个大楼相信各位 一定有去过 远洋国际中心 这个楼当中 是2017年当中 所有办公大楼当中 收获到玫瑰花数量最多的 相信在这里上班 一定很幸福 每天都能闻到花香 而且都能够看到 我们小凯的照片 是不是很幸福各位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问的就比较具体了 刚刚我们说到了城市 说到了办公大楼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 大学 大学是最浪漫的地方 那么小凯知道全国哪一个大学 是最浪漫的吗 我觉得电影就很浪漫 每一个都很浪漫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呢 那叫北京电影学院吧 北京电影学院 我相信这个答案真的 我不管这个大屏幕什么 我觉得是最浪漫的地方 不过我心里要猜一个 我觉得是北大清华 因为学霸一般都很懂 这种小心思小浪漫 我们来看一下就此答案 对不对 第一名是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樱花很出名 所以说我们高三的学弟学们们 要加油了 争取高考过后 考上一个浪漫的大学 也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 全国对花的男人在哪里 这个花不是花心各位 是送花送了最多的 小凯猜一下 送花送了最多的 送花 那肯定是北京啊 因为刚才不是北京已经是冠军了吗 北京是冠军 送花这是最多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全国最花的男人 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最花的应该就是我旁边的 他一定把自己的爱情 都送给所有的粉丝们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小凯就是我们的最花 最浪漫的男人 所以是没有答案对吗 我们看一下啊 期待一下 这个答案一定很惊人 到底在哪里 全国范围内 我们来检索一下 来自于胡文的曹先生 一年买了21次的 Rose Only 而且我们一生只爱一人 相当于他的老婆太幸福了 21次 一年也就十二个月 相当于一年要送两次 一年要送两次 一年一个月要送两次 一年21次 我在我们小凯面前数学败了 而且我相信 天天都是情人节 对不对 有我们的Rose Only陪伴 接下来下一道题 这道题我特别烦 反正是 就小凯 如果你突然看手机 一条微信打过来 就是60秒的语音 你第一反应 是不是觉得心好 为什么发这么长语音 一般60秒的语音 我都会直接转出文字 都会转出文字 我一般就不听 然后就问一下 刚刚信号不好 你简单回答一下 全部转出文字 我相信大家都很头疼 60秒的语音 谁要去听啊 但是今天 我们给各位一个大理 这一份语音 保证人人听了还想再听 我们看一下什么语音 因为呢 我们的Rose Only 推出了一个服务 叫做真爱证明卡 这张卡不光可以写字 还可以语音流言 将你的原生的语音 语气语态 全部记录下来 让你感受到 最真实的烹然行动 所以看一下 温州的陈先生 花了68分钟 从思考到表白 真的把我们的客服 小妹都玩坏了 好 来看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 我们要考验的是 在场的各位朋友们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过情人节要买礼物 而且今年的情人节呢 跟我们的过年 也特别的有缘 所以相信各位 一定已经有打算了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各位 在场 到底谁 在给情人节买礼物 我想问一下现场 70后有没有举手 70后 70后有没有 这个有也不干举手吧 应该 70后没有是吗 80后有没有 这个不举手就点不真实了 80后有没有 还不举 我看一下 90后买礼物的在哪里 我也是 很多很多很多 有没有00后 这边有00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场的还是90后为主 对不对 90后买礼物的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全国范围内 是不是跟我们在场一样 90后站了半壁江山 90后的人在情人节买礼物 而且00后表示明年也要入榜 00后加油了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道题 我先考一下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小凯什么星座 初女座是吗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初女座的小凯 你收到礼物会发图片晒出去吗 很少 很少 我不信 我不信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因为我们有大数据证明 来看一下大飞梦 最爱晒单的星座有哪些 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发现 臭女座是最爱晒单的 所以小凯 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在微博当中 看到你晒更多粉丝礼物好不好 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动向 我们就更大开心好不好 好的 这个初女座真的太晒单了 好 我们的2017年的 城市爱情冒告的最后一道题 也是各位很关注的 因为马上要过节了 大家都想知道我们送什么礼物 所以我们想问到的是 2017年 Rose Only最热卖的 永生玫瑰排行榜当中 来看一下第一名是谁 看一下最受欢迎 过去年当中 大家最爱买的 也是人气最高的玫瑰花 究竟是什么品种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份数据 也可以给各位带来 今年的思考 我到底要送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个数据 正在全国的网络当中 所以我们要保证 数据的公平 公正公开 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 好 大家先期待五分钟吧 来 好 还没有开始是吗 还没有考 这样 我们应该大概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冠军 我们品种很多 包括我们说到的猛宠 包括刚刚说到的系列永生花 但其实还有一朵花 它呢还有玻璃球 里面还可以放音乐 对 就是我们刚刚广告片当中看到小凯有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小凯拿了这个会不会成功入围前几名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刚刚我看到了小凯是吗 好 我们看一下2017年的城市爱情报告当中 到底最后一道题 它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 五秒钟不公布 我这边要偷偷回答了 因为这个答案我特别想公布给大家 再给大家一些时间 好 那么我来公布一下 我们的冠军榜首就是最经典的许愿音乐玫瑰 那么这个许愿音乐玫瑰呢 就是刚刚我说到的 我们把最好的厄瓜多尔永生玫瑰 珍藏在水晶球当中 有音乐 有鲜花 给各位最纯粹的爱情 我们也期待一下 在2018年 它会不会延续它最受欢迎的事头 好 那么我们也再次 各位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凯好不好 跟我们分享了2017年的城市爱情 谢谢小凯 那么接下来除了我们要发布我们的报告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神秘的任务 就是我们说到了将会有两组嘉宾来到现场 他们将会拍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微电影 那我们同时提示一下 各位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在微信当中有更多好玩有趣的报告 等待各位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 首先有请我们的小凯来到旁边的指挥台休息一下 辛苦了 好 现在我们的王志凯已经落座指挥台 各位应该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到了本场的重头戏环节 究竟是哪位幸运儿能够获得本次拍摄的机会呢 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 请开大屏幕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是在国贸上班 有一次路过肉丰围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女孩在对着大雄自拍 当时感觉她的笑 真的是非常可爱 这可能就是一见钟情吧 然后我就上去搭讪 之后我们就认识了 好 小凯刚刚怎么样她们表演的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真实 真实 而且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心中对彼此的爱 祝福他们 那你作为刚刚我们的指挥者 而且也全程见证了他们拍摄 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你看完之后的感受 看完之后 因为这个其实故事就是他们本身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把这样一种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可能只是开始与 然后在过程中那些 很多浪漫的地方 可能都省得到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自己来讲 应该是非常的难忘 因为在短短的几分钟 就把他们从相识相知 慢慢慢慢地去演绎出来 我觉得是一种全新的浪漫 真的是非常中肯专业的点评 那么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跟我说了 我们的重片已经制作好了 现在请我们的小凯台下落座 好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邀请 所有的媒体老师 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一同见证的 两部爱情微电影 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请开大屏幕 这边 那么刚刚我们看完的是 四组他们的表演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的小凯台最近拍一部电视剧 叫做天空音烈 我们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在拍摄电视剧当中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粉丝分享的 因为天空音烈这部剧 它是在东北拍摄 其实是非常冷的 我们演员一般对戏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会在室外拍动的脸 就是僵住 讲话就是突如过去的 然后呢 而且你知道东北拍戏的时候 在室内因为它确实很冷 然后它一说话就会冒白起白压 就是镜头拍出去 就人都是被那个烟挡住的 就没办法 导演就让我们喝水 喝冰水 然后把那个 嘴巴里面的温度降低 然后冒出来的烟就会少很多 拍的人就跟拍那个 就是古装戏似的 都是仙气飘出来的 云雾缭绕的 那么刚刚我们这样 刚刚还有很多粉丝一直在问 我们近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 近期的安排 其实就是拍摄这样一个剧 对 然后呢 就没什么 看我们的粉丝的眼睛 直够够盯着 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那么这样 我们也再次感谢小凯的分享 那么马上要过情节 也马上要过我们的春节了 能不能透过我们的平台 跟所有朋友们一起送上新春的祝福 好吧 好 那么情节这次跟春节 也是正好是一块 所以希望那天 大家在除夕夜有两种好心情 对 两种好心情 对 希望有我们的 柔松磊陪伴各位度过一个最美好的 除夕以及情人节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凯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我们到后代休息一下 谢谢 辛苦了 哇 各位的镜头 啊 赶快 啊 这边 好 来 小凯 这边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 还想跟我们一起来张大合影 能不能再劳烦您 我们跟随我们的粉丝 满足我们的最后一个愿望好不好 来 小凯 这边 我们请我们的摄影师朋友 好 满足各位 我们朋友一个愿望 大家都往中间凑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完成一张大合影 来 小凯在中间 好 大家都可以往中间凑哦 等一下 吃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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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小凯 辛苦了 休息一下 好的朋友们 那么各位 我们的愿望也满足了 那么最后我们的Rose on only 也给各位送上了一份大礼 那么所有凭借我们手环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入口的牵到处 领取一份伴手礼 那么再次感谢 所有的朋友们的光临 今天我们的Rose on only 天猫